一瓶单瓶卖24万左右 那现在单瓶是降12.35万 打开房屋交易网平台 在台中公园路上万代福影城 开价一亿两千八百万出售 产权平数超过一千瓶 换算每瓶单价只有一开头 以低于市场行情出售 引发不少关注 台中老字号二轮电源万代福 两年前结束营运 今年出能是以两亿元出售 不共的时隔半年价格对半侃 目前是以1.28亿元挂卖 我们总共的空间是一千年七十平均 是因为这边觉得太贵了吗 台中人都熟知了万代福影城 在一九八一年成立 民国八十五年游戏的业者接手经营 还砸重金重新装潢 从地下楼到四楼 共有龙经营财宝五间影厅 以播音二轮电影为主 但两年前不抵疫情 业者宣布暂停营运 今年出决定出售 他没有办法打掉虫盖 所以接手的人比较受限 那第二个他贷款层数呢 现在是逐渐在下降嘛 所以让要买的人呢 他资金是要比较足的 那第三个可能他们有一些 那个公共空间跟那个官员会有纠纷 然后他也觉得想要赶快顺利的出手掉 资深房东指出 原本业者开价是符合当地行情 但条件细致多相当看买家条件 业者短短半年直接砍一个亿赔价售出 这里是他土地产值值钱 但是因为整合真的太麻烦了 因为他里面不是单单业所有权人 而且里面都是小套房一层楼二十几户 虽然土地面积大难五楼以上楼层 间隔套房多 持有产权人不杂 鉴商整合难度高 也让买家忘职却步 谢谢黄俊迪士兴提出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 立刻下载新闻